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现实困境 淘汰的电视手机 用旧的锅碗瓢勺 过时的衣服鞋子 商超打折的各类赠品 总想到这些东西还有用处 舍不得处理 结果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 橱柜满满的 衣柜门都关不上 储物间的空间越来越小 屋里到处都是东西 这些东西有些一年半载没动过 有些甚至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只是静静地待在橱柜 衣柜 储物间里 占据着有限的空间 耗费着我们寻找东西的时间 甚至还使家里显得特别杂乱 它们真的有用吗 或许你想以后可能需要 但是你似乎从来都没有使用过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 你会发现原来屋子还可以如此宽敞 处理家务还可以如此快捷 生活中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衣服买了一件又一件 结果你还是喜欢仅有的三五件 手机买了两部 手机卡有三个 其实你每天用最多的只一个号码 去商场你一次买一大包食物回来 结果有些半月保质期而不得不扔掉 是啊 生活中到底有多少东西是真正必要的呢 你把家庭弄得太乱 只是因为你想保留的东西太多了 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做备用 结果99%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生活原本很简单 你想要的越多就越累 而去掉这些东西 你就会过得更简单自如 很多人已经达到了 时刻都离不开手机微信 QQ等社交媒体的地步 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这样那样的交往交流 才能与朋友保持着密切关系 但是央视知名主持人白岩松 却是没有微信的 更不用说通过这样的渠道 与人加深关系 白岩松说要是上了微信 别人问老白你有微信吗 我就得说有 那人家说加一个呗 我能说不加 我要加了 得在多少个朋友圈里带着 白岩松参与创办央视东方时空 主持过多个知名节目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直播 他的主持理性犀利又不是幽默 特别受欢迎 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看书听音乐 观察甚至发呆上 这让他产生新的想法 然后让他的思想更有价值 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白岩松从无效社交上摆脱出来 节省了大量的学习思考时间 终于活成了他自己 同事知识丰富 受人尊敬的节目主持人 汪涵的微信圈里 一旦超过一百人 便把一些没有意义的全部删掉 就连和他搭档了十年的同事 和知名有事明星都删掉了 汪涵说 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 太热闹的友谊 往往就会是空洞 而且是无物的 聪明的人 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社交上 真正有质量的人 不是靠拼命社交建立起来的 三两知心好友 胜过无数泛泛之交 减少那些无效的社交 你会有更多时间用来读书学习 用来提升能力上 也才能更多地引来人们的尊重 和信任 曾看过一个退休老人的故事 这位老人 晚年时想让自己的财产留给儿女 但儿女们却说 老人应该自由支配 老人考虑到儿女工作忙 还要照顾孙子 而他们生活不能再完全自理 不愿意给添麻烦 决定去养老院 他在养老院里挑选了一间独立的小房子 家里的那么多东西 只能挑选极其有限的东西搬过去 珍藏的全套红木家具 一大堆邮票 百事来把紫砂壶 几十瓶好酒 和一些宝贵的小件物品 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搬 他只捡了几件受穿的衣服 一套吹具 几本书 一把喝茶的紫砂壶等有限的东西 然后他去了养老院 这位老人感叹地说 他珍藏的那些所谓的财富 都是多余的 他们并不属于我 我只不过是看一看 玩一玩 用一用 他们实际上 只属于这个世界 轮番降临的生命 都只是看客 是啊 人生只能睡一张床 住一间房 吃三餐饭 足矣 来到世间 我们本都是为着快乐而来 但是一旦沉沉沉于财富 沉沉沉于胃口越来越大的欲望 我们便再也不会满足 再也不会快乐 无语则刚 当你不再被放纵的欲望操控时 你便能自由地生活 当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他培育出的南优二号超级岛 每公斤产量从三吨到最高18吨 汇集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 他得过的中国乃至世界顶级奖项难以计数 他也确实很有钱 他的名字及企业公司股份早在十年前 市场估值就超千亿元 他得到的奖金也不少 但他却并没有拿这些名利当回事 他更愿意称自己是农民 他的钱只是名义上的估值 也不是真的有钱 他的奖金都放到基金会里去了 他买的衣服都不贵 甚至15元钱的衬衫也很喜欢 他的手表260元 鞋子120元 他换了几部车 都是10万元以下的车 他16年坚持光顾长沙同一家小理发店 他说 要说一点名利思想都没有 是不可能的 但要淡薄名利 对物质别要求太高 1000多元的衣服 和五六十元的衣服没什么区别 佛说 世人为名利所累 不如放下 立地成佛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是啊 名利让我们迷失了眼睛 增加了无数的烦恼 本是为着快乐而来 却为名利失去了快乐 只有淡薄名利的人 才能体会到活着的真滋味 道德经中有云 德与王孰病 圣爱必大费 后藏必多亡 意思是 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 哪一个更有害呢 过分的珍惜 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千方百计的珍藏 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人生就像在做减法 过一天少一天 过得好不好 舒服不舒服 全在内心感受 所谓大到至减 人生的最精彩 最迷人之处 便是学会 删凡就减 朴素生活 不是所有的东西 你都需要 要学会扔掉 不是所有的关系 你都要维护 要学会断掉 不是所有的念想 都要实现 要学会除掉 不是所有的名利 你都要得到 要学会看淡 简单 自然 淡薄 才是世间最美的存在 世路无穷 劳生有限 唯有追求简单 才可以舒服坦然 不断做减法 放下劳神的东西 给心灵洗个澡 会发现 原来简单 才是人生最快乐 最幸福 最难得的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 觉得学为你疯长作息 我一直都会记得你 句话强大都忘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